演唱 曾參加過台式餘光主持的青春旋律演唱 1977年在中視葉天堅製作的 《廣日情懷》節目中擔任演唱指導 1992年金山文教團體擔任演唱指導 1996年開始教導流行音樂發聲及歌唱戲橋 2002年自創心理 生理及物理相容並濟的演唱 好 我想我們現在就很快 經過了大家都了解我們的評審非常專業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進入今天的決賽 我們請所有決賽的要進入決賽的參賽者 請大家到後台準備好嗎 請所有參賽者到後台準備 我們第一位參賽者是1號的蕭鴻瑞 為我們帶來的歌曲是榮樹夏 我們掌聲歡迎 że 今年是1號的蕭鵲 1號的蕭鵲 你谁叫阿伯 因为你调音的感觉 比较浪费的时间 希望大家包涵 谢谢 那可以用这个时间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除了唱歌以外 其他的专长 我叫张宏瑞 在湾区已经混了四十多年了 今年 几岁吧 四十 四十 今年七十六岁 那么 我来自河南开通造林市 在抗日期间 我那个时候 只有五岁多六岁 进了造林市 后来 十岁离开了 因为中国大陆解放 我就跟随父母 到台湾 然后呢 造美国 二十岁到美国 就这么困难 一家认 一家认 一家认